许阳脸上的微笑更浓郁了几分 看向身边的青龙 你说对了 理论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幻境当中都有实现的可能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幻境的痕迹 我必须要承认 这些胡旺一族战士们编织出来的幻境 几乎达到了一架乱真的地步 若非动用法则级别的力量 根本无法察觉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幻境空间 刚好就是这些植物身上 发生的不可能的痕迹 让这里的环境有所暴露 因此 我只能说胡王一族 拥有这无与伦比的绝佳天赋 但是 却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领袖 如果我是这胡王一族的领袖的话 绝对不会这么早暴露出 能够幻化成兽族战士们的植物 而是让我们这几个 还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外来人 继续深入 可惜啊 你们暴露得太早 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了 徐扬话音一落 只见他脚下猛的一阵 周围大片的火属性光芒疯狂的凝聚 而徐扬的背后 一道无比璀璨的凤凰图腾 很快出现 释放着火红颜色的凤凰之神 专属领域 开始迅速席卷向周围环境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要知道火焰原本就是对植物系的生命体最大的璀璨能量 随着凤凰领域向周围扩散的面积不断膨胀 这些能够幻化成兽族战士们的植物 感受到了自己生命力遭到了巨大的威胁 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回缩 想要通过大范围聚集改变空间结构的方式 躲避来自凤凰图腾火焰之力的侵扰 想不到 我们如此精妙绝伦的幻境布局 居然被你一眼就识破了 现在我有些明白 为何兽王一族的使者 会降临到我们三大石王尊领袖部落来 亲自下达 调集我们到一起 这样的命令了 您这几个人族 的确是带给了我惊喜呢 说话这女子声音相当的妖娆 随着她声浪一并降临的 是她几乎完美的轮廓 而这个女子和人族之间最大的区别 应该就是她身后那九条毛茸茸的尾巴了 每一条尾巴都精致得完美无瑕 衬托得她高挑的身体更加出众 不过她就算再怎么美艳 当看小花清成夫人的肉身 以及那个蒙面红衣少女的面 也凸显不出她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了 真正让许阳被吸引的 还是这家伙能够编织出如此真实的幻境的能力 看来你应该就是所谓的狐王尊了 我也的确没想到 在这几北蛮荒鸟不拉屎的地方 竟然还能出现你这么个精神力如此强大的存在 编织出如此的幻境 应该花费了你不少的心血吧 面对徐阳的调侃 眼前的狐王一族的绝对领袖 狐王尊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 你这话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如果你对我有所渴望的话 我不介意单独为你创造一个梦境 只有你我二人的梦境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一番话 徐阳却是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那倒是不必了 说实在的 我对你真的是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我早已心有所属 更何况以你的实力和身份 我应该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才对 听到徐阳这样的嘲讽和羞辱 狐王尊的确是有些动怒了 脸上原本的一抹风情万种的微笑 也被一股深冷的杀气所取代 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这幻境真正的力量 幻音一落 突然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妖狐气息 很快便将徐阳释放出来的凤凰一族 专属图腾火焰力量迅速消灭 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一点 正是因为完美地利用了自己 编织出来的幻境独有的规则 我还真没发现 你这幻境当中 居然还有专属规则的存在 想来这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 就能实现的 徐阳早就将这胡王尊看得透透了 被他一句话戳中了要害之后 胡王尊也不做更多的隐瞒 轻轻拍了拍手 果不其然 在他九条丰满的羽翼身后 缓缓走出了一个身材只有半米的老者 这个老家伙的出现 才真正意义上的震撼到了徐阳团队 其他几人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人族老者应该相当的强大 似乎已经强大到 能掌控时空规则的地步 恐怕也只有老大那种级别的顶尖高手 才能与他抗衡 这番话是从小花这个精神领域释放出来的 第一时间抵达团队当中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也算是给他们做出了一番推测 青龙和玄武分神等人听到小花传出来这道灵魂传音之后 全都本能地朝着徐阳的背后转了转 更加靠近徐阳老大能力庇护的范围内 避免被这两个深不可测的家伙突袭 让我来猜猜看啊 你身为极北蛮荒区当中的一脉王尊 即强者 居然背后拥有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人 走来做你的靠山 那么这个人应该和你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才对啊 胡王尊也没有向徐阳隐瞒什么 脸上又恢复了那般自信从容的微笑 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 他是我的干爷爷 同样是来自荒芜的尽头的域外强者 数百年前无意之间进入到极北蛮荒领域 邂逅了我胡王一族 他决定留在这里 也是在他的帮助之下 我们胡王一族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取代曾经的十二王尊黑熊一族 占据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原领地 胡族能有今天 全都靠我干爷爷 而正如你所判断的那样 这拥有独立法则体系的梦境 也是在干爷爷的帮助下建立完成的 玄武分身脸上的微笑冷漠了几分 合着你背后不是有一个干爹 是有一个干爷爷的确是让我开了眼界的 我说你们爷孙两个会不会玩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花样啊 玄武分身这个话题却是有些说的不得体了 实际上却成了身边青龙一并为之怀疑和感兴趣的话题 只有白虎少年这小子心智慧成熟 根本不清楚这俩家伙到底在打什么哑谜 居然还一脸疑惑地挠了挠头 看向身边的小花和红衣女使者 弄得这两个家伙面颊飞红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口吻回答白虎少年